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维生素对于手部的保养最有效呢 第一个是维生素B 第二个是维生素C 第三个是维生素K 我们先来问问Edison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应该是维生素C吧 因为感觉就是让肌肤比较白皙 所以觉得应该对手部也会有帮助 对 Alice呢 我选E 维生素B 因为我每天自己都有在吃维生素B 对 然后3的话 维生素K的话我是没有听过 比较少接触 布丁呢 我选维生素C 因为感觉对手部肌肤的弹性应该有帮助 而且我们常常保养品也有听到这个名词 所以黎一是B跟C都有人选了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很多维生素在皮肤或者是身体的新陈代谢上面 都扮演不同的功能 那大家可能跟维生素K比较不熟 那维生素K的话其实是标准答案 那维生素K为什么在皮肤的保养上面 具有还不错的功能 其实C的话它是对于伤口的修护 是有帮忙的 那或者是抗氧化 但是维生素K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当然我们在保护我们的角质 其实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对于皮肤的角质构造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再来维生素K呢 它其实在学术研究上面 它有很明确的数据显示说 它除了会让你的皮肤的弹性会变得比较好之外 它会延缓斑点的形成 所以它在于皮肤上面 很多人他长期使用维生素K的产品 它能够减少斑点的产生 或者是会让你因为紫外线受到伤害 而产生的皮肤斑点能够加速氮化 所以K是标准答案 所以以后我们除了擦或是吃的保养品 除了补充维他命C之外 K应该对于斑点的也不错 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花椰菜 或者是有一些带有油脂成分的食物 其实里面都含有一些维生素K 对于皮肤是会有帮助的 大家不妨平时可以多吃 其实提到这个手部保养 像Edison你平常有一些自己的保养 Petball吗 还是男生就是很豪迈 没关系就这样 的确原来是会觉得很豪迈 可是你知道就妈妈长辈 他们就会教一些方法 就是像我知道的就是 我是会用那个醋 食用的醋 然后大概一茶匙在温水里面 然后让手就是泡在里面反复的胶涕 对 然后这样做保养 那如果说没有醋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用柠檬水来代替 蛮搞刚的 Alice呢 那我的话是一个礼拜会定期去一次胶纸 对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手上会涂上厚厚的精华液 对 然后再带那个乳胶手套 就睡觉这样子 对 布丁呢 我是有在网路上听说就是用优格 敷手 就是一样是先用温水然后泡手 然后让毛孔就是打开 然后顺便软化饺子 然后再涂上一层 就是一般市面上外面卖的那一种优格 涂上一层 大概放10到15分钟之后 就会感觉好像比较白嫩 然后肌肤也是感觉比较 纹路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 明显这样子 对 明显 会变得比较细致 林医师 优格跟这个醋 还有我们那个Alice用一般的这个保养品 还带乳胶手套 大家的花招似乎爸爸旧 有效吗 其实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些 Peple里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成分 就是酸类 其实酸类本来就是用于去角质 所以倒不一定需要成本丰厚的用到优格 或者是柠檬水倒也不见得会有 就比较有比较强的功效等等 其实去角质在皮肤手部的皮肤上面 本来就能够让你的皮肤新陈代谢加快 也会让你的手的皮肤看到 比较嫩的这个视觉效果 但是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 刚刚有提到嫩白 其实大家如果留意 有一个平常有留意的话 会发现假设你把你的手涂上精华液之后 一手跟另外一手没有涂 或者是你一手有涂乳液 跟另外一只手没有涂 其实你两只手对在一起 一只一定会比较白 那这个视觉上面会比较白的原因 并不是它的色素在你擦的瞬间 它就被代谢掉了 相信我它没有这么厉害 它其实是因为手本身的 含水量增加的关系 所以大家也会觉得 自己洗完脸照镜子的时候 看镜子觉得脸会比较白 这个都是因为皮肤本身的角质 含水量增加所造成的结果 那坊间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它在推销这种去角质产品 然后它每次就要叫你去体验 就是你看你这边有擦这边没有 然后把它涂掉之后 整个就是高下利剑一只手很白 它其实用的也是这个原理 对 那另外有一些去角质产品里面 本来就含一些酵素 木瓜酵素 蘑菇酵素等等 这些酵素本来或者是有一些磨砂产品 这些都是因为去角质之后 你的皮肤本来就会看起来比较光滑 原来如此 所以不见得是这个产品有效 而是你角质去掉了 其实刚提到这个去角质产品 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医美也非常的流行 脸部有保养 其实手部也有它的一个医美疗程 对 很多人他会希望说 我的脸已经处理到一个程度了 我希望我的手看起来的年龄 跟我脸看起来的年龄是一致的 那脸很多人他可能会打什么 肉毒杆菌或者是打玻尿酸 可是其实我们的手要处理手的皱纹 不能打肉毒杆菌 因为肉毒杆菌是让你的肌肉放松 不能动的 那我们其实不会希望我们的手不能动 所以手其实它不是用打肉毒杆菌的方式 我们手的老化大部分分为两类 一类是属于流失 也就是你可能胶原蛋白流失 皮下脂肪流失 所以大部分会希望让它的胶原蛋白长回来 那怎么让胶原蛋白长回来 这几年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成分 叫做聚佐权乳酸 这个成分注射到皮肤里面 它的机制是直接让皮肤在注射的区域 长胶原蛋白 不管脸或手都是 所以它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注射方式 来达到让你的手比较饱满的效果 或者是填充类的东西 比如说玻尿酸 它也会让你的手变得比较饱满 那至于手的斑点 那就可能需要用到光疗仪器 比如说镭射 踩充光 脉充光等等 这个才能够把你手上的肤色 或者是斑点的地方 能够借由这样的仪器给移除掉 那请教一下医师 像现在市面上不止面膜 甚至连手膜跟角膜都有了 那如果我天天敷手膜跟角膜的话 好吗这样 好 其实适不适合天天敷手膜角膜 这个要看个人的肤质 那一般来说 手膜跟角膜 一个礼拜已不敷超过两次为上限 那每一次不要超过20分钟 很多人它会敷隔夜 那不可能觉得 那我希望既然用了这个角膜 我就要让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千万不要 因为尤其是当你的角有伤口的时候 或者是手有伤口 甚至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有香港角是没有治疗好的 那都会增加一些额外感染的几率 甚至有些末梢循环不好的人 因此产生蜂窝组织炎 或者是溃烂的情形 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 医生我还有个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像现在洗面乳 还有那种身体沐浴乳 都会依照你的肤质有分类 那洗手乳是不是应该也要有 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 手的构造 本来就是相对缺乏皮脂线的 所以比较少人的手 就像我们脸一样 会分成干性 油性 中性 混合性等等 所以手的部分 其实我们着重的是 不要过度的清洁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 医学的统计研究报告显示说 很多人他会过度的使用抗菌洗手乳 其实抗菌洗手乳不是不能用 而是说当你过度使用的时候 你会破坏皮肤表面原本就有的菌虫 就细菌的平衡 是 这些细菌的平衡 可能因此被破坏掉了 那这个破坏掉之后 可能对你的皮肤本身的保护力 在长期来说反而是降低的 那一旦你皮肤的保护力降低 它就有可能反复比较容易 受到细菌的感染 或者是增加发炎的几率 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吸收乳可能 清洗得太干净会破坏菌虫之外 有一些吸收乳反而越洗越脏 之前媒体曾经有针对 民众比较常去的 比方说高铁站 或是台铁捷运站 或百货公司去做一个吸收 应该是说公共厕所吸收乳的检测 那他发现说 这些吸收乳的生菌数 其实都超标了 那有些超标到 超过原本标准的好几万倍 其实提到吸收乳 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那全家可不会共用吸收乳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刚刚之后告诉您